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个女儿 儿长子张学良相信大家都熟悉吧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作霖的侄子张学成 为何最后却被张学良击毙 张学成是张作霖二哥张作福的长子 在张作霖还没有成为东北王时 张学成父亲和张作霖一起打拼时牺牲了 所以把张学成交给了张作霖抚养成人 确实张作霖对他这位侄子没话说 当儿子一样样 包括吃 可教育都和张作霖张子张学良一样 甚至在后来提拔时张学成都要比张学良快 1919年张学成与张学良一起就读东北讲武堂 而张作霖对张学成教育方面非常重视 在讲武堂毕业后又把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请注意就连张学良都没有去日本深造 回国后的张学成一道东北军就是营长职位 不久又担任团长旅长 还他当旅长时只有20多岁 想想一位普通士兵还要爬到旅长位子 不到30多岁是不可能的 而且身上还要流血重担经历 在别人都羡慕张学成时 他却不满足 因为他想光大自己门宗派系 想成为第二个东北王 因此他把张学良视为他眼中钉 肉中刺 在东北军中都知道张学良是东北王唯一继承人 因此张学成怎么看张学良 怎么不顺眼 一次偶然机会来了 他遇见张宗昌的两人臭味相投 后张宗昌邀请他到自己部队担任师长 此时张学成在想这是一次好机会 可以好好发展自己的势力 于是他借口出去历练一下便离开奉天 来到张宗昌手下出任第七实施师长 后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 他和张宗昌一起负责进攻热格 张学成纵容士兵烧杀抢掠 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民愤 因此被张学良撤 直到本来不满张学良的张学成 到处造谣说张学良六亲不认 连自己弟弟不认 等侍信过了一段时间 张学良托人贷信给张学成 让他回东北 但是此时张学成不想回到张学良身边 不久张东昌的部队被北伐军击溃 于是张学成投了军阀十有三 申数物以类聚 到了抗日期 这两位都投了日军 九一八事变后 张学成做了汉奸 不过他又自己想法 他想学张作林靠日本人 壮大自己家族 可能他不知 他不是张作林 张学成当上东北自卫军总司令 首招了一批狐匪民兵 他带着这些人 替日军歼灭义勇军 要知道义勇军大多都是原东北军的官兵 而且都知道他是少帅的的弟弟 老帅的侄子 因此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 米春林等人把此事告知张学良 说先看看张学良的意思 当张学良知道后写信劝给回头 没想到张学成还骂了张学良 大概意思就是 我的事 不用你管 你还是管好自己吧 张学良看到回信后 思贤想好下令击毙张学成 并告诉熊飞 米春林等人 让他们放心去打 不要顾忌我的面子 随后 熊飞 米春林等人指挥骑兵在高山子一战 把张学成的伪军击败 并击毙张学成 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 他跟了日本人 没有跟张学良 因此在人生道上 选择是多么重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